武汉10月份买房 总价80万到100万可以选哪里 先看一下大汉口 第一个可以选东西湖区的凌空港板块 该板块楼盘比较多 单价从9000左右到13000 其中四环外地铁口有三个楼盘 分别是中铁江宇城 金地样时代和葛州坝江越兰园 10月份这三个楼盘单价都在9000左右 三房户型大多在90万上下 而且多是今年的年底交房 改区域楼盘离地铁6号线很近 交通还可以 学校短期内会对口对面的恒大家园九年制学校 欠缺的是商业配套和区域内的人气氛围 凌空港四环内的金河附近的楼盘也比较多 比如新城陶里郡110平的户型 总价在90万左右 联发葡月府95平的三房 总价在97万左右 东元印未来95平的三房 总价在90万左右 其中联发葡月府和东元印未来 交房时间还行 在明年的6月份交房 该区域楼盘比较多 接下来人气应该不会差 配套这块 除了短期内没有大型商业综合体外 其他配套都已经有了 自住还是挺不错的 第二个东西湖区的三电板块 该板块内销售最火的当属华润24成 该楼盘10月份单价在95左右 98平的三房户型 总价大概在93万 楼层再好点的话 总价会高一些 第三个东西湖区无家山板块 该板块内楼盘主要是金辉世界城 和金辉江月云柱 这两个楼盘离地铁口都比较近 特别是金辉世界城 两个楼盘的单价都在12000上下 最小户型是89平的三房 总价100万出头 第四个 黄皮区的盘龙城板块 该板块对应的楼盘也很多 其中价格最坚挺的应该是 天会龙城和蓝江公园里 前者价格几乎都在9500左右 后者精装交付 单价一直在12000左右 最小户型为79平的两房 总价接近100万 其他的比如盘龙湾美院 冥想青年会和昆河云海城 单价也都在9000左右 综上大汉口总价100万以内 主要集中在东西湖区和黄皮区的盘龙城板块 两个地方价位差不多 相比之下东西湖区的楼盘销售的更好一些 接下来看一下大汉阳 第一个京开区的小军山板块 该板块单价从6000到8000不等 地铁口的多个楼盘 单价都在8000上下 三房户型总价也在80万左右 小军山目前多个市政配套已经开始落地 该板块是武汉未来三到五年内 为数不多比较值得期待的板块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产业的落地和运营情况了 第二个京开区的转口板块 这里提到的楼盘 是武汉城建开发的月想湖景 该楼盘附近暂时没有地铁 楼盘自带一部分商业配套 其中88平的小户型总价在98万左右 该区域一段时间内没有太多的规划 不过因为靠近东风工厂 周边有京开外国语学校 以及一些物流园区 房子的流通性和出租市场还不错 第三个黄金口板块 该板块比较特殊 该板块同时包含了菜店区 汉阳区和京开区 比如金帝国际城属于菜店区 10月份单价在1万左右 该楼盘体量还挺大的 位置稍微有点偏 另外天创黄金时代 该楼盘属于京开区 目前是首次开盘 高层楼栋单价在10500左右 位置比金帝国际城相对好一些 另外旁边的万科金玉光年 则属于汉阳区 不过该楼盘单价会高一些 总价超过100万 综上大汉阳总价80万到100万楼盘 主要集中在三环和四环内 楼盘数量比东西湖和盘龙城少了很多 最后看一下大武昌 第一个红山区的清零板块 该板块靠近四环线的万科保利理想城市 最小户型90平的房源 总价需要100万起 90月份因为旁边的大华公园城市 价格优惠后也影响了万科的销售 第二个江夏区的黄家湖板块 这里介绍的是位于黄家湖南边的几个楼盘 其中保利时光印象和连发蒲月府 单价都在10500左右 90几平的三房户型 总价大概在100万以内 这两个楼盘相对 连发蒲园更靠近黄家湖大道 以及黄家湖旁边的林湖公园 该区域总体来看 确实比黄家湖北侧要偏了很多 北侧地铁口的美帝军兰半岛 10月份优惠后115平的三房 总价在150多万 第三个江夏区的庙山板块 该板块楼盘单价在1万左右 比如澳门山庄二期 从1万1的价格优惠到1万左右 虽然优惠力度不是特别大 但10月份以来楼盘销售情况比9月份好很多 第四个江夏区的藏龙岛板块 该板块紧邻东湖高新区的金融港板块 也有不少光谷外溢的高新企业 板块内临近汤汛湖 自然景观也挺不错的 不过该板块却没有地铁 综上大武昌总价在80到100万的楼盘 都有一个问题 都没有地铁交通 而且短期内 清明板块的32号线 黄家湖地铁8号线延长线 和经过庙山的地铁9号线 到目前为止暂时都没有动静 最后需要最新楼盘价格表 和最新武汉10月楼盘地图 可以私信我们 勇哥团队只做一件事 带你实地看房 为你选好房 这渾 现在 我这样 都没上 觉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